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年出去玩 这个跨年人多的时候 还是一样把口罩戴好 好 我们今天持续来讨论 中二选区的一个最新状况 中二选区在昨天进行了 这个证件辩论会 如果你没有看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总结就是严宽恒 他打的是建设牌 打的是在地相亲牌 打的是悲情牌 那么林静怡医师 简单一句 她说希望让台湾民主 政治史上摆脱黑金政治 是重建民主秩序 做立委 是立他立大家的立委 而不是立自己家立己的立委 简单说起来就是这几句话 那么结果呢 昨天这个证件 这个发表会结束之后呢 博文说了 那那个盐匡恒 自己又拿题目来给大家讨论 是在怎么 除了他们家这个大豪宅之外 盐匡恒打的建设牌里面 一一细数 他争取的建设 博文就说 这都前瞻建设 他们的经费嘛 前瞻建设 请问一下 盐匡何维 你当初有没有反对 你当初有没有挡这个经费 你挡了之后 现在又把这个预算拨下来 做的建设 当作是自己的这个工程名就 当作是自己这一次呢 告诉大家他所做的一个成果 这样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 真的是相当的摇头 另外针对现在大家质疑他的一些豪宅案 他说法就只有两个 其实蛮多人期待说 他在这一次 证件发表会的时候 把资料准备好 一一秀出 你这个某某人说的 不对 你某某人说三回 为贱不是属性 我是怎么还怎么 把资料都展现出来 大家就点去了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知道真相 而不是一直丢出问题 希望言宽很回答 但是不管我们打电话 这个或者是请那个在地的记者邀约 他说不理睬就不理睬 针对很多的质问 他只说指控不实 他说是抹黑 他说有证据欢迎检举要还他清白 那证据其实都有提出来嘛 那有证据提出来了 你为什么不拿出证据来反驳 告诉我们你是清白的呢 今天进一步讨论 先来介绍一个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介绍的是政治学教授 范思平老师 大家好 介绍的是台中市的土木 济世公会创会监事 龚祥申 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资深媒体 王庄创下 新年快乐 资深评论人许为志 新年快乐 再来介绍是国民党 文传会的副主委 郑兆欣 新年好 好 这个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 这个辩论会 这个主要的几个重点内容 来听听看看 交通 产业 文化 教育 跟休闲 以及基础建设的全方位实链两方 中二选区证监会 林静怡列举十项证件 要翻转根深蒂固的黑金科救问题 地方家族政治势力的庞大 贪婪 违法 和地方主管机关 以及政党的纵容 这一次的选举 更是台湾民主历史政治历史上 摆脱黑金政治 重建民主秩序 非常重要的一次 不能再走回头路的机会 宽恒从来没有口出恶言 攻击任何一位 假设所指涉的这些攻击 都是证据 违法的证据 是不是应该把这些 所有的攻击在电视节目上 以及在网路上这些攻击的部分 将这些移交给检查 检调单位 让检调单位可以进行一个侦查 严宽恒不甘示弱 要对手别放话操作 有证据就交给检调 更反酸林静怡空降部队 说话伤了台中选民的心 林医师到台中他有独到的见解说 台中人都是令人崩溃的冰囊嘴 妇产科医师的期间就开始参与政治 还被总统来封为助身娘娘 林嘉隆市长的加持下 也还兼差来当个妈祖婆 像这样子的人才 没有办法继续留在一届 反倒是一届的损失 严先生是我第九任立法委员的同事 他比推荐他的政党更有扎实的地方组织 这种特质是多数的政党 甚至没有政党奥援的人根本没有机会 也没有资源的 证据会蓝绿交锋 林静怡与严宽恒互杠互竿 紧抓对手弱点要选民看个仔细 我们来看年况其实主打的就是做事建设牌 所以你的温情诉求 乡亲落选这两年 你们日子有没有过得更好 这两年等到的不是改变或建设 是无数的失望跟落空 自己始终没有离开 这两年深入民间积极 请你每一个生意每一份请托 来就啪啪啪讲他的建设了 有中科西南巷的连外道路 有西尾大桥一号二号 都是关键一里路 有监督河美大桥工程进度 有积极争取南山洁水沟计划 结果这几个建设讲出来之后 博文你分桌在地 是怎么办 人家做这么多的 你怎么分桌 其实我这样讲 就是说当一个立委 或当一个民意代表 不管是当立委或议员 坦白说你任内一定会争取一些建设 这很正常 因为每年就是会编那么多预算 编那么多预算 就是这个透过议会 透过咨询 透过争取 你一定在各个地方 一定就会有你的建设 这是必然的 那争取多争取少 这个当然可以讨论 但是重点是 我这很讶异 就是说 现在在选举的期间 那当然你一定要尽量 让自己得分多 十分少 结果严宽恒先生 他在昨天的辩论会里面 他就是说 这个他讲了一大堆的政绩 我念给大家听 因为这个字比较小 严宽恒说 他争取海线铁路 高架双轨建设 他说他争取加速推动台中捷运南线绿线工程 他说他什么 西尾桥延伸工程 隆井区中部科学工业园区 另外道路 我跟大家讲 他列举的这些 通通都是所谓前瞻基础建设的特别预算里面所编列的 你又不够他还挡前瞻 我都还记得 对 主持人你实在太厉害 我就真要讲 他举的这些例子 说这我讲厨的 后来林静怡跟他说 什么你讲厨的 当时是他在这个立法院 跟民进党的所有立委 大力推动前瞻基础建设 你不要忘了 当时严宽恒跟国民党那些众立委 是在那边丢水球 丢面粉 丢鸡蛋 人家不知道还以为你们要做蛋饼 你知道吗 揉一揉和在一起变一块蛋饼 所以你当时在搞这些事情 然后你说这些是你争取的 你会不会又拿一块石头往自己身上砸 所以我觉得坦白说 选举过程中 像这样的事情 你不觉得一笑大方吗 那他刚刚还有讲到说 他说这个如果什么有相关市政 你们可以移送检掉 我跟他讲 这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 我问大家 他们家的那个相关的违建 变胖变高 没有建造没有死罩 还可以盖大洞建筑出来 他们家的铁门 他们家的警卫室 那些根本就不用到里面去看 光空拍图就知道说 这是非常大的超级大违建 这个台中市政府 如果不是那个卢市长 卢妈妈市长 卢妈妈市长就只袒护 他的乖宝宝严宽衡 他对其他市民可能不是这样子 如果真的 大家一视同仁 你严宽衡今天有那个特权 可以盖到这样的一个 别庄这么大的别墅吗 所以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颜宽衡他在地牌打得蛮凶的 他说中二选区不是散兵练习场 要选举就空降 选完举人就走 这个多月来 总统行政院长各部会首长大队人马长长车龙 到了我们海线屯区 带来人潮络绎不绝游览车盒满满的便当 激情过后 除了台上罗兹的空头支票抹黑妈妈之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留下 另外他就说 明天忘路减掉公权力介入 无辜长辈也不放过 他说这个他可以承受 但是现在无限上纲侮辱伤害 冻吓我们在地的乡亲 宽衡没办法忍耐 他说这个作为候选人 跟我一起林静怡医师 他说林静怡医师怎么可以嘲笑在地人 是冰狼嘴令人崩溃 将我们智慧的乡亲形容成 被炒米粉收买的愚民 我们的乡亲紧密的情感 说成是派系利益 他就这样攻击了 所以国民党现在有两个打点 国民党有两个打点 第一个就是说 林静怡当立委的时候 也是丐派 不是温柔坚定 是凶猛 第二个打点就打什么 就是他说这个 槟榔嘴的事情 他说令他崩溃 做医生看到槟榔嘴真的艰苦 槟榔跟口腔还是息息相关 连这个是有医学证据证明的 这样说国民党要打 所以国民党是支持 槟榔嘴的艺术吗 这点我待会再来讨论 那林静怡医师 我们要平衡不能是讲言宽 讲一下林静怡医师 他的这个证件会的说法说 就啪啦啪啦讲一些 他的这个做时事 关心空污 协调这个降载 希望可以减少燃煤 支持再生能源 以规划的国家废癌防治计划 他是真正做事 不消费病人或者是超证件 重点是他这个打点 更不可能发生帮忙协调 到最后土地落到自己手上 这种事情 这两边各有诉求 相亲呢比较会被谁说服 我觉得我看昨天的这个证件发表会 言宽恒是从头念到尾 林静怡当然有看稿 但是很大部分 他其实是没有看稿的 而且用台语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讲 所以这个高下立判 他昨天就说你们有办法 就把我送检掉 很抱歉 你的大豪豪宅违健 很可能即将就会面临检掉了 只是说他过去的很多做法 是不是违法 他可能游走在法律的边界 而且我们必须要讲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 你不要认为用法律 好像我合法就OK 特别是他很多地方是游走在 合法跟违法的灰色地带 这个要看法官怎么认定 所以他也不要把话说那么满 然后他昨天在这个证件发表 他就把陈柏惟拿出来 讲了一大堆 他就说你干嘛 你又不在跟陈柏惟选 你要说你在鞭尸吗 他都已经被人家罢免掉了 你还在拿这个陈柏惟来 来取笑他来嘲笑他批评他 这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的 他从头到尾 他们家族的观点还是很传统的 就是我是在地的 林静怡是外地的 所以我觉得 他说林静怡留在 离开一届 留在一届 他说离开一届来当立委 是一届的损失 我也必须要讲 你跑去台北当立委 也是你们严加的损失 因为没有人 你可以处理那么多的房地产 你的那么多的 你的这个大豪宅 到最后谁要来处理 要延青标再处理吗 老计福利再出来处理吗 我觉得原划有一个独门的砖厂 他其实应该也不要从政 他要把它的砖厂运用好 就是他盖的建筑是有机体 可以自己长大 这个全世界可以拿专利的 非常不简单的 今天这个有机体的建筑物 到底长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再来看今天最新的进展 民进党八个服务处 包括蔡其昌 林静宇 陈柏惟 李天生 这些人 王立任 张家安 那他们有出来现身说法吗 对不对 请用同样的标准 请先把自己 自己违建的事情说清楚讲明白 林静宇已经回应 服务处是粗用 许多是长期的继承违建 然而严慌有自家违建 疑运未解 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罗伯龙 以建物测量成果 评与现况分析 地上建物包括天井与遮阳台 总高度与无凸 都有需要釐清之处外 是否出现低下層也需要查明 根据建造存根查学 发现一楼申请使用类阻 竟然是店铺 刘伯龙也点出器重学问 一楼是店铺 所以说它一楼的高度可以四米二 然后它上面的住宅就可以三米四 那加起来就是七米六 那就大于六米 所以说让它感觉 不够更开阔 严家豪宅的出路通道 不仅是区公所人员到访时 能够按下门铃的水里士大门 另外查询建造存根系统所登载的地址 还有这处零自立路的大门 所以他们不会有这品文堡 对啊 我们把关键都对这个 豪宅申请的建物门排斥自立路 靠近豪宅的这扇对开木门 穿越共用向道后 另一端就能走上自立路 对比水里设计一段 像弄盖起的同胶大门 则与豪宅走一定距离 真正的合法的门 是在建筑物右侧的那个大门 请民进党的八个服务处 这些请他们先对外说明 豪宅又无事把征计 在独犬战线稍不停 不过台中市出发出错打透露 确定要跨过2022年之后 查报记录才会有结论 我想先请教创下 这个建筑物这样子盖 他说都是不实的 都是抹黑的 唯一件不是颜宽横说了算 不是媒体说了算 不是任何人说了算 要给专业说了算 各个电视台都请来了 专业的来宾 这也不算吗 这是所以他的讲法 就是说都是抹黑 有证据的话就去检举 还有包括市政府就说 有啊我们已经按照规定处理了 这些民众能接受吗 首先我要先讲说 我的看法跟范老师不一样 昨天的证件会 颜宽横是有进步的 有进步在哪里了 本来有很多的小编 还有助理都很注意的 要把他的逐字稿 一一练下来 要写下来之后 要去Google比对一下 会不会又是哪个立法委员的执行稿 会不会又是哪个政府单位的 一个什么 目前发现没有 目前发现没有 去有原创性 所以至少他这方面是进步了 所以至少这个时候 高宏安应该很失望 不然他高宏安应该 他就要想看说 是不是他什么执行稿 又被人家引用了 对不对 被引用是一个骄傲嘛 所以显然是没有的 另外一个他不会问 相亲有没有过得比较好吗 确确实实呢 要问的是 相过得比较好 还是你的亲过得比较好 现在发现是他自己过得更好 所以呢 没有这两年他没那么好 可是不会啊 他的有机建筑 还是过得很好啊 所以刚刚你讲的有机建筑嘛 所以他今天真正的问题 他没办法去交代的是 他自己过得 可能比相亲想象中的还要好 这才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状况 就是相亲之间 那至于专不专业或怎么样 现在你是以托待变嘛 以托待变就是 撑过了1月9号以后再说 然后撑过1月9号以后 这个情况可能大家就没有 像过去一样 这样子盯着他了 因为可能就是等着过年了 或怎么样 就是一个以托待变 可是这样一个以托待变 我坦白讲 我是回到一个 他现在的一个状况里面 你看你这些地方 如果是标哥的话 我们过去大家的理解 要么就是完全不理你 要么就是 整个推主机过来 直接铲掉 这个才叫做气魄嘛 那其实现在的盐宽衡 你这个地方 你当然在进步 可是进步才是太慢了 而今天其实中二选民 具有关键的意义 中二选民 1月9号皮尔刀出来 盔出来的时候 可不可以感觉到光荣 可不可以让台湾的民族史上 增添一个正面的能量 其实是蛮关键的 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柯南办案 因为盐宽衡不管是在这个 证件说明会当中 或者是实体上 他就是不愿意清楚说明说 他们家的这个房子 是怎么样如何呼吸之后 长大的 但有神奇的网友去Google出来 这是2014年2月所拍到的他们家 来你看 整个 这个很清楚地下室入口了 地下室入口 然后这是地下室 来这一楼 二楼三楼四楼五楼 五楼这个五楼半 因为他们现在很清楚 五楼半是一个20平的 昨天这一份资料出来之后 大家在讨论 大家就要各凭本事来找资料 因为盐宽衡 他说他们家都没有不法 都没有这个 全部都合法 通通都是被抹黑 但是他合法的这个证明 始终很难拿出来 我们看五楼 五楼半就是20平了 然后你这个四楼三楼 都有150平131平 这里面 这张单子里面大家看到 就是没有地下室的申请 那为什么地下车道 开在这里 盖的时候就已经开好了 因为医事人就很清楚盖好了 然后整栋在这里 地下室有漆 他们家是很 我不知道这块地 请问一下 这块地至少主建屋本身 是不是水保地 这个 我先请教一下 我都昨天到下为止 我不能理解的是说 那个你交出去了这个 最后跟盖出来的 是参考用吗 为什么可以落差这么大 对 因为这个有太多可以讨论 我先问一下 这块是不是水保地 因为他家的最后是水保地 就是国陵那边是水保地 这块的主建屋 它起到这块 它自己不欢乐吗 主建屋呢 是在这个杀戮区的 住二 住二 不是水保地 是 它是这个四九四地号 那你根据台中市的三坡地查询表 它是在位在三坡地的一个范围 所以四九四跟四九零 都是在三坡地的范围 那你是在三坡地范围呢 就是要做所谓的水保计划 所以也可以讲是简易说水保地 那特别是说呢 它在台中港的克定区计划 这是一个都市计划区 它四九四在住二 住二呢 在这个图管规定里头特别讲 它是属于坡地住宅 所以说这个 就是已经是水保 你是要重视这个国土保育水保的一个区域 而且四十他们就在水保 架杠水岛地的兵啊 是是是 这表示水 水水死可能会流过这边 应该说你掏刷 你可能有向元侵蚀的话 就可能会有掏刷的状况 所以你做 所以特别强调说是在H2 而且特别去讲 它不是只讲第二种住宅区 在图管规定还特别写说 这个是坡地住宅 所以这个房子本身不能盖太高 不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住的人的安全 对 对对不对 对要低密度开发 我是为你好 你不要盖那么高 很容易有危险 对 这种地方可不可以挖地下室 可以 你只要 你只要提出申请 那他为什么不申请 他不提出申请的原因 这个不知道他的考量 不知道他考量在哪里 而且你 你事实上 地下室没有算一站 他其实不去 不会去正常情况下 这边也没有 他也不算是 也不记 这边图管规定也没记开挖率 也不计建壁率 也不计容积率 所以他好好的申请是没事的 他好好的申请是应该是没事 只是说 过关的 只是说可能要去散 所谓的纯建筑行为 因为在103年7月以前 你尽量把你的开挖规模 尽量降低 然后你开挖的地下室呢 跟建筑物要接近 然后说是纯建筑行为 我就不用送水保计划 那他是 所以他这是为了闪水保计划吗 这个不敢说 可是只能确定说 你挖了地下室呢 你要闪水保计划 就要想办法去解释 你建筑师 要会相关单位的时候呢 你要去解释说 我这是纯建筑 你要特别去解释说 我是纯建筑行为 所以就是要甘难处理 不要麻烦 反正也没有人敢去他家查 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 就算查了也没有关系 才可以处理 其实查了应该是没办法处理 你明明跟徒步符 你怎么去处理 而且最重要就是说 张都盖了 没有处理 我就处理给你看 你现在给我空口说白话 张盖好了 我地下室真的 我地下室很有 不然我们也请这个 延欢恒先生 赶快把他们家这个申请 地下室申请的这个资料 拿来给我们看一下 大家嘴巴就闭上了 是不是 好 这个盖下去了 以台中豪宅的规格 里面绝对有电梯 所以他这个车 直接进地下室之后 就是不用再出门了 就直接从地下室 这边进电梯上下了 应该是这个规格 正常情况下 而且应该是可能 利用天井 天井是他家的电梯 对不对 有可能 因为那个天井 可以容纳四部电梯 他那个规模可以到四部电梯 你说他们家天井可以搞 对 因为他这个是5.5乘以4.74 嗯 那一部电梯 大概是2.5乘2.5 所以你就四倍了 你可以放四部 可以放四部电梯 但是天井装电梯合不合法 当然不合法 因为你你你这边 你送建造没有电梯 我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一个豪宅里面 为什么要规划天井 天井那就是一般我们讲 在规划阶段看到天井 就是这个三元不败的一个风水考量 有点类似我们寺庙 或是这个迪化街 三进四进 我要留个天井呢 光线通风都会良好 所以原规划 他要留天井 这是第一个考量 是风水 对 第一个可能是风水考量 就是看规划是风水考量 但是现在呢 是违建考量 我可能要把它盖满 可能要盖其他 我方便我使用的电梯 然后扩增水平增建 我的建筑面积 所以现在是违建考量 你这个风水就 就可能败了 好 我还有一个风水的问题 要请教你 这是他们 这家他们 这是原地的问题 他们其实还没有申请到 旁边这块国有地的时候 他们家是从这边出入的 行啊出入 较没气派 大门在这 应该会正门出入在这 这风水会不会不好 不然他干嘛 硬要跟国家借这块地 那个侧门等于 离市区比较近 比较方便 可能你要去买一个便利 便利商店买个东西 从那边走就可以进去了 因为你如果要再拉到 那个他的这个 占用河川地的那个 香榭绿色大道 我说那个香榭大道很远嘛 所以他等于有两个门 那个宾客来 当然要从香榭大道进来 气势恢宏嘛 可是他本来不能有那个门的 他到底说 不然你是说另外一个门 应该在这里 是不是 就是这里 这里是他家的地了吗 那个带地就是本来里面的 他家的地 本来到底是哪里 他们家的地 到底是哪里 他们家的地只有头线而已 就是这块嘛 这块绿圆圈跟民家的地 所以他可能还会开一个门 他不要跟国家占用这块地的话 可是他的建筑线 可能是在前面 不是在后面这边 因为这边是相接490 而且这个案子 我觉得没一个 他现在这个纯根系统 他是增建 他不是单一494基建筑 他是跟毗林的住宅去增建的 所以他的建壁率 跟农积率才可以变大 那他主要是要搭配490 因为490就是他 现在你车道出入口这个地方 他才能回转过来 你往你他现在是你面对镜头是往右转 那往左转出不去 嗯 要往右转你这个车才可以接现有的路 然后还可以很宽广去接出去 你认为这里面绝对有电梯 对不对 可能性很大 电梯要申请对不对 这如果是违建 我讲两桿 我最多的不敢 可不可以请戴张的这些计证 这些公务人员 出来讲一个违建 因为有可能他们会变伪造文书 甚至呢 有可能就是涉入行事的责任 他们也是无辜的 这应该要等 某年来在当时在建造的时候 如果说上面有压力下来 他们要视而不见 的确要这样做 包括我看那个盖那个张的 那个公务人员 我看的会有点心酸 他有盖这个盖是很免减 那是害到公务人员 是不是说这个公务人员 你如果要日后来说 也有争议性是不是 有出来的机会 其实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他是102年12月20号 这个申请的嘛 他这个测量的时间 是103年的1月2号 我们看到有复算人员 有检查人员 有核定人员 这三个都在同一天盖的章 这是正常的吗 我想要请问一下拱监事 正常的话就是 就是这个 依据这个公文走的流程 然后一个个这样去盖 你们公文走 这样算快的吗 这样算是 算是正常 算是正常啦 正常 一天可以盖了三个章 对 都不用再去复合机查 这个他有分成负责明细 所以基本上呢 看案子 而且这个案子 非公众使用并不是大的 它这算是小案 所以只要是检疫的检核就可以了 所以检疫检核过关了 结果会去发现这张图 呈现的跟实际上的样貌是几乎是截然不同的 广告之后呢 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 好 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 这一次呢 流出来的这个建物测量成果图 有很多东西可以来讨论 首先这个严宽恒 他不是指责 前台中市长林佳龙行政怠惰吗 但是我们要来看呢 是这个103年 这个盖章通过的这个测量成果图呢 就是103年的1月2号 一个章 两个章 三个章 四个章 通通都是在胡志强市长任内盖的 跟林佳龙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四个章盖完呢 都是同一天 然后呢就开始 这细节想说我们不知道啦 只是说第一层楼中间是有夹层的 这个建筑这个上面有写 第一层楼的夹层是22坪 第二层楼 然后第三层楼各100多坪 到第四层楼 然后呢第五层楼一个突出 20.98坪 这个一层一层是不是都需要再复减 刚刚这个拱监是说 这是小案子啦 不一定会这么认真的follow 但是呢 这个昨天上政治道节目的 这个俞烈理事长呢 他说其实这整个地方 有很多的疑点 我们来听听俞理事长的说法 我们的建管人员到了现场要去测量 去量测拿着当时政府核花给你的建筑 执照的图设计图建筑所谓的设计图 那现状去牛村就有照设计图四天了 不然他这条买给你 那这个是非常严谨的建管程序的一环 这是后报团 第一端是什么 开工庄 整个基地好好都没有开工庄 之前有一个建设设计图 一陈政府法庭建设设计图 要开工 那么要挖地下室也好 不挖地下室 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上盖 每一个楼栈都要办一个叫做砍业 现场的砍业 我们的政府官方要来现场看 每一楼栈都要检查 包括你的梯子有照设计图 这时候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看到刚刚宏颖你讲那一章 是没有地下室的 简单讲 还有一张 这张是没有地下室的 没有地下室 你要看那个 我们刷入地震事务所的那一张 签章那一张 所以我可以笃定的讲 它的使用执照也好 箭子执照也好 是没有地下室的 这个应该是可以确诊 所以有地下室一定是违建 有地下室 上面要有当载 要有记录 那么我刚才说 使用这条的研修 我们的建管的官员 他们是来行的 有可能说柄室没有 现在有做柄室 你在现场看不到 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 车道不用怎么蓋 用头鞋把斜坡都把它蓋住 即使给你盖掉 那你室内一楼 应该也有楼梯往第二室走 家庭我一定怕洗澡梯起来 那个楼梯不用怎么去封 那都骗人的 那么 会不会争一支眼 闭一支眼 不晓得这里面为什么 换句话说 如果他已经先挖好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讨论都说 他已经先挖好 不可能事后 出击后才会有 当然 当然 OK 那所以你意思说 去验收的人也知道 一定会有 知道 是 没有错 那这不就是包庇了吗 好我们来看 我现在真的帮这个盖商的 这个公务员员来欢乐 因为家庭不是在大 不是在乡修 但是是不是高 又像严家的其他案件一样 又是基层的公务员要负责 又是办公室里面的小便要负责 又是办公室里面的助理要负责 这件事是怎么办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2014年就是中华民国103年 103年2月调出来的资料 很清楚地下室在这里 有地下室的吗 我为什么敢这样讲 因为车子停在这里 这是一楼 然后地下室就在这里 2014年2月 已经完工了 103年2月 请问他们是什么时候盖章的 103年的1月 103年的1月盖一二三四 盖四个章 这上面清清楚楚 没有地下室 为什么2014年Google Earth 调出来就是有地下室 这涉及什么样的一个行责 龚坚士 你专业了吗 因为你看人说要专业不说 你专业了吗 2月的时候有这个地下室 1月的时候这张测量成果图 就没有地下室 一个月之间可以长得出地下室吗 因为用Google Earth 它用History去找的 所以时间上可能有一些落差 因为这个其实是清水地震 清水地震是103年1月 这个是103年的2月 所以这些在施工阶段 所以这两个其实比对上 其实是比较难去把它去做一个连结 你讲这个我听不下去 地下室就在那边 然后那个测量图就没有地下室 可是这是在施工中 照道理 你这个已经盖完之后 它是很漂亮的 它不会有阴架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张图 这张要能有盖章 没有阴架 对一定 而且是很漂亮都已经贴好铺 市面都已经好 才会有这张的盖章出来 只是我们要还是要跟民众说明说 至少两个点要说明 这个是清水地震 这是地震机关去做这个面积 所以它跟建造的都 这些死灶会有些微落差 什么落差 比如说有没有地下室的落差 现在已经看到这边的这个面积呢 跟我们现在死灶 存根差别都有些微 数字有些微落差 然后呢负责拿死灶 建筑物可不可以使用是拿死灶 这个只是用来去丈量 然后让你有一个权状的一个证据 甚至是可以买地震 一个是建管单位 一个是建筑单位 这两个不一样 你知道肯定是有的了嘛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使用指道可以拿得到 我只能跟大家报告 基本上我刚刚为什么说 你电梯有可能要放在天井 一般我们要做死灶要拍照 所以一定会把所有 恶功的东西全部遮得 让你看不到 那不会很困难 所以他电梯绝对 如果现场有电梯 绝对不会在这个实行的地方 他绝对在 我知道你的逻辑 你意思就是说 那是原来绝对最好 这印盖章那些都被蒙蔽的 我看不到 你意思是这样 我知道 因为你有在这里照照 不是 我在讲实 我会是说我这边的觉得更奇怪的逻辑是说 因为这个照片 不会是后面才拍到的 先前就拍了 那先前去拍的时候 你到后面要去查验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挖这个洞了 你怎么会后面查验的时候 你没看到 他这才是奇怪的 嗯 这个测量那种 可以读到的讯息是什么 跟使用指导 其实没有关系 跟使用指导 他是前期的 他要几乎一模一样 几乎要一模一样 跟使用指导 只是说你起不取得使照 是建管人员去检验 而且从台中市在101年开始 刚刚讲到施工勘验 施工勘验已经委托工会在做了 那而且根据台中市建筑物施工管制办法 这个第一条是说500以下 他是不用施工指定勘验的 所以勘验一般是以书省为主 不用去现场看 那你如果在500到1500 就要去现场看一层楼 所以目前这栋大楼 他在600多 所以你要去看一层楼 所以应该有委托工会去看其中一层楼 你只看一层 没有看第二层 不会 我因为勘验的目的是 但是主要就像是这个围灌大楼之后呢 刚很怕说你施工单位 你没有照图说去做钢筋 任性街头没做好 所以在灌江前 特别要去检查 原来是公务员去检查 现在是委托工部分 县市台中是全国第一个 委托技师工会跟建筑师 结构技师工会去做检查 那我们当然是去检查 有没有按图施工 那既然是去检查二楼 我不可能是去看说 你地下室的状况 因为我是看二楼图说OK 那如果我们发现说 你为什么有地下室 他可能会跟你讲说 因为我们是实际检查人员 都会问 你为什么有地下室 他会说 现在在办变更使用 那现在已经有在办变更 我们不会去查他这件事 因为我今天是要查二楼 你们技师工会的工作 就说我要来查二楼了 二楼OK 我硬的就等下去了 那技师工会等也是哪一个 我不清楚 这个案子 工会检查 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只是依规定 因为台中是101年 所以这个案子很有可能 当初不见得是公务员去办 其中一个叫做指定看验 了解 但是公务员有做书面看验 然后最后有个使用执照的查验 书面看验能看出什么 书面看验 这个就是看 你没有去现场你看得出来吗 就是相信他提供的文件 因为他有讲过 这有委托建筑师跟营造厂 所以建筑师跟营造厂 他们都要经过他们牵合 有没有造图施工 这个我补出去 这营造厂是他的人 这营造厂他都开了 可是营造厂也有专 专门职业技术人员 建筑师或是土木或是结构技师 他要忠于他的执照 他一定要按图施工 他不可能给你随便乱背书的 这个有按图施工吗 他们家 按图我们刚刚讲是二楼啊 比如说二楼三楼 他就一定有按图施工 那至于地下市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听到这边已经崩溃了 不是这个使用执照 他使用执照 他一定要通过嘛 他一定要去看完 才能发使用执照 这虽然不是冰狼嘴 但是也注意到我们崩溃 那我认为这个是使用执照 核发之后 他们又进行所谓的二次施工嘛 那问题是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质疑 就说 因为他开挖 那个地下是实在太明显了 有没有发现到这一点吗 就即使他后来蒙蔽了很多 然后最后再进行二次施工 可是至少在核发使照之前 那个是实在是太明显的一个 违规的情形 这个使用执照 所以我这个图要 再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地下室在这里啦 地下室在这里 你看到吗 你去看二楼的时候 你先来 不经过一楼吗 你不会经过一楼 然后看到地下室吗 但是我们也不要为难工会 或技术人员 当然当然 但是当时使用执照 这个市府相关 我觉得实在是有点离谱 来为止 我们的公家单位理论上 是很严谨的 我举一个例子 上个礼拜盈管场去开球的一个 烏日高铁特区 看这个球铁 这个是我们民间的一位陈教练 跟台中第三河川局 租赁的 当时要盖这个球场的时候 多严谨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这里有三块球场 他随时空罩给你监控 你开一个便道都不行 那就是伟哥 而且是公益 这是办社区的比赛球场 你知道当时球场盖好 这三块球场一场比赛 大概有四十个球员 三四十个球员 博文自己的棒球 对我应该清楚 一场比赛大概三四十个球员 三个球场就要吃饭了 各位知道吗 这个球场盖好之后 我们出入 就一个小小的铁梯 在这里 从这边进出而已 在这 就这个 在堤防的铁梯 我们车子都放在堤防外面 都放堤防外面 然后从这边走进去 百多人就是这样走 他说不能够盖固着物 所以那个厕所也好 观众 还有包括后面的那个 二十丑的铁梯 随时可以撤走 因为那个是集水 行水区 好 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这一个 这样子多年下来 让我想到一个逻辑 当年 延期标在台中市议会 议长的时候 峰原议会所在地 有一个苗圃球场 这个球场不在了 当时的县长叫廖廖宜 廖廖宜说 这个行水区 不可以去擠 不可以有高精植物 你翻译到感染也不可以进 堤防旁边有人 盖那个铁皮屋 做工厂 结果全部拆 全部拆之后 真的拆一阵子 拆掉之后没多久 这个地方人士 透过当时 也现在的议员 罗永珍议员 当时的办委会主委说 我们还是要逝去球场 还是把球场 慢慢的建回来 结果遇到什么状况 记不记得2001年的 陶制台风 2004年的 好像敏都立台风 一直到了这个 新乐客台风 这个球场整个被冲走 因为那一次的 新乐客台风 有一个后风大桥断掉 有六个人失踪死亡 就是从正隆职场 那个大甲溪 整个这样下来的 我们在说这个豪宅旁边 天然的一个河道 那个是保护区 路山坑 路山坑 这些的保护区里面 本来就不能做任何东西 美律化那个 还是有另外一个说辞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都有可能去堵到 100年 200年一次的大洪水 我们当初大甲溪 也因为不可能堵到洪水 这球场都没走 被那个洪水给冲走了 我的意思说 我们的公务人员 只要在地霜河川崎里面 有一点点丝毫的动静 有空灶土地就要虚拚 急爆急拆 是怎么这个事情 已经这么明显了 而且非常明显 我们大概还有很多 陆陆续续来讲 这块地跟他的老家 这个部分来讲 台中市政府 有没有带托地方 明明很多很严格在做 为什么遇到的特定人士 可能就有点点保守保留 转弯的 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 这个房子如果说 就是因为五百米嘛 只要看一层楼就好了 那公务人员只要书面审查 就好了 所以这几个盖章的工人 应该没有什么事啦 他不用负责是不是 我先讲这个是 其实关于这个房子 是有两个单位 一个是都发局 都市发展局是管这个建筑 从他开始建造 所以我们包含像 使用执照的合发 也是由都发局来处理的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地震事务所 其实地震事务所 跟工程比较没有关系 等于是一个 这个建筑物的身份证 所以说这两个要分开来看 但是你看到就是说 其实他这个时间点是103年 2014年 2014年 其实他的房子是2013年 7月就完工了 2013年7月就完工 所以完工完之后 然后12月拿到了使用执照 所以这张图的时候 他们整个外观就是 After 这个很漂亮的这张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就是还是有 不是这张 还是有天井嘛 而且有洞 有天井的 有天井啊 航照可以看到有天井 对可是 你说他们盖这个的时候 是有天井 有天井 航照有变 有看到有天井 然后天井慢慢消失 对 然后他2014年1月登记 天井是被他起电梯 这起了 他家的人终对 坐电梯的嘛 他们要二工 他所以说你就 对所以基本上很多都是二工 全台湾二工的比例是有一些 而且是在1月以后 在这个在这个地震之后 他拿到这个之后 嗯 才去做这些二工的 所以现在没有其他人要负责 就是严家要负责 他当然是他 屋主要负罪大责任 而且而且就是他当初完工的 要2013年12月要拿到使用执照 昨天我们这个会长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他要有官员到现场去验收 还要去照相 还要拍照 还要量册 对对 但是我们刚看到就说 从这个照片看起来 这是他的正面嘛 这正面嘛 他这是四楼 他旁边这个公寓也是四楼 可是这个四楼跟这个四楼看起来 就差了一大截啊 巨人 巨人你看他也是四楼嘛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他也是四楼 他这是正面嘛 那可以看到正面这边 他其实是架高新建 所以你看这边 是有地下室的嘛 只是他后来可能把它封起来了 看不到 但是车道 应该是很难封啊 可是你也把它暂时封起来 要检查的时候 不让你看到 但是其实 地下室也能封 就会 也可以藏得起来 他会美丽丫帮 然后这样盖一盖 用木板 对 暂时就是让你看不到 很漂漂亮亮的 因为电梯不会在天井 电梯一定在乌凸 你看他乌凸在旁边 有没有 你说天井盖電梯不对 天井不可能盖電梯 那平面漂亮 我盖電梯 整个空间都不可以用 你懂意思没有 招待所 哪有可能 一般很少把 天井不可能盖電梯 那看看豪宅 哪有可能 这件处 我们说很久了 我只是要请教国民党 中二选区 这一局 摸到盧市长他的执行力 也备受挑战的时候 国民党难道真的可以不用处理吗 盧市长是地正式的 这个其实是比较主观的说法 基本上 所以你们的主观 觉得没有受影响 基本上都是行政中立 一切都按照规定 那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现在去拆呢 实际上本来这个建筑法规里面 相关的东西都是会先给你一个 自拆的时间跟机会 然后后面如果不行的时候都在排 所以大部分的违建很少有直接 那个市府直接去拆 这个就是基本上的常识 这也没有什么 如果说盧市长行政不充立 可以用监察院去调查 我觉得这种东西 他一定都有一个一定程序跟规定 因为我以前也在市政府待过 那政治难免都会有对立 对立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質疑 市府行政不中立 我们以前也常常被質疑不中立 可是问题是我们都按规矩在办事 但是这个都是政治 事实上应该会有的工法 我都觉得说 这个是心里会有准备的事情 那当然如果说到最后查出来的结果 有不合法规的部分 就应该要让他合乎法规 这个东西我是绝对是认同的 但是今天我得到了很多建筑上面的知识 以前我也不知道 有这么多建筑的法规 但是我刚刚有提到说 比如说刚刚博文议员有提到 这个像比如说宽恒 他在这个争取建设上面来讲 他有他的优势要去展现 那很多里面可能是这个 这个我们讲说前瞻预算 没错 可是这不就是表示说 他不是一个逢律必反的人 碰到的预算还是会去争取 他会认同还是认同 他说那你为什么在立法院丢水手 为什么反对 不是每一项都反对 是对有一些觉得有疑惑 或者是想去监督的项目去反对 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前瞻基础 还是要好几项的单位 好几项的项目 执行率是零 这个要不要监督 这个当然要监督 有些我们会认为说 他是没有必要的 里面八千亿 你不可能照单全收 一定会做些修正 包括议员在监督新北市政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说 因为议员监督的新北市政 做了一些预算的冻结或删改 就是说你在阻挡新北市政 这种说法对任何议员都不公平 因为议员的天职就是监 我认为这个他讲的部分是对 但是绝大部分我是不认同 为什么 我们去监督市政 当然不是说前瞻运算 有你每一笔都通过 可是你这个监督过程中 你要逐条逐条逐项合理的 你去质疑 去这个要求都没关系 但是你是用焦土式的杯葛 用丢水球丢面粉丢鸡蛋 请问你这个不就是等于焦土式的吗 你竟然进行这种非常不理性的 焦土式的全面抗争 那你事后又去要这样的金费 那你不是很奇怪吗 你当然逐条逐项 我们在议会审查也是如此 你在议会逐条逐项审查 你讲话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去 你讲话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去阻挡你 我都尊重你 不要我讲话的时候 你如果觉得你可以跟我合理的来辩论 你不需要用 故意用这种模糊交点的方式 我没有模糊交点 民进党要求高果通过 你不用再阻挡我 我在议会我在新北市 我不是执政党 我就是在野党 我当过在野党团的总召 我现在是新北市民进党党部的主委 我们面对侯友宜当时 我就举上慧琪来讲 公投罢免的时候 新北市重启而是侯友宜坚持不表态 他不愿意表态对何市重启 这对我们来讲是情何以看 何市就在新北市他不表态 我们议员也是义愤填膺 但是我们有因为这样就交赌室杯葛吗 我们有这样就罢神预算吗 我们有这样就丢面粉丢鸡蛋吗 我跟大家讲 新北市下一年度的预算一千八百六十几亿 已经在这个之前已经通过了 理性的问证理性的监督嘛 那你当时前瞻预算 你是用交赌室的杯葛 你事后又说这个我要那个我要 你不是给人家感觉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吗 我这样质疑言家有错吗 好广告知我们有更多的讨论 就是说我还是等一下要请教一下国民党的是说 当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卢市长的连任的时候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个明快的处理 还是这个政治判断上究竟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 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